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率 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 防疫没有特效药,无论是否已经接种COVID-19疫苗 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越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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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整次收看超越电风 你星期五如果有看我解盘 你今天就不会被吓到了 我们礼拜五跟各位讲什么 我说连电缺口都会补 所以上礼拜五跳上来补了 之前的向下缺口 当天又自己恢复缺口 那今天一样啊 连电跳下来 是不是今天就把缺口又补了 这都送分题啦 你们看我节目 我说有一些 比较细微的地方 你们喜欢看我节目 就是我都先讲了 那为什么今天台股不要跌 我问各位为什么今天台股不要跌 哎哟啊 疫情好恐慌喔 两年了啦 两年了啦 现在我们的疫苗的施打率 普及率有多高了 已经打两剂了 我们的边境防守做的好不好 你说美股重挫 好 观众朋友们 你们自己讲的啊 美股重挫 对不对 你看一下非斑 你学技术分区 在二十天叫做月线 非斑还在月线之上 非斑还在月线之上 我们要跟美股一样嘛 对不对 那非斑是叫什么 顾名字叫做 非成半导体指数 OK 那非斑如果守月线 那台湾最代表的是哪一档 台积电今天 台积电 基本上今天是回撤年线 因为他们这边的电脑 我上次跟导播讲过 应该是不需要 应该是连续性线条 你如果自己回去看 200 220 220 240 他今天刚好碰到 今天的台积电 刚好碰到年线 今天的台积电 刚好碰到年线 那连练就不用讲了 来 加全指数今天季线是17167的 你自己看看 17166 几乎就是17167 观众朋友 技术分析好不好用 而且季线扣底 你要看 今天在这位置 两天后扣底最高 只左下右右勾上来 所以今天这个支撑 本来就应该有支撑 这叫长四 我也不是说我现在才讲的 你把这个记起来就好了嘛 我两天光连电 我送你多少 之前在这边有个缺口 你看一下联电 星期五开高 补了这个缺口 自己留下一个缺口 有没有回补回了 今天又开那么低 你知道这两天差多少 你知道吗 你一光光是观念 联电缺口会补 这样就够了 这两天都送分了 懂了就懂了 不懂了我也没办法了 我跟你讲 做股票我 你看今天联电有没有回补 有啊 回补了 股票市场上不是说看到什么现象的时候 我们才去做动作 那太慢了 真的啦 不能被鼻子牵着走啊 我问各位 你今天早上看美股跌 美股跌 哇好恐慌喔 杀他 你杀到今天最起点了 你反而你是有注意到说 我在电视节目中有讲的 联电缺口会补的 今天联电开低的时候 我反而是卖点 我讲实话 就跟联电礼拜五的时候 开高来补了缺口 自己留下缺口 是卖点 这是极短线的看法 但是我接下来讲的 就是比较常见的看法 有一堂股票今天涨停板了 我电视上也跟你明讲 你会不会做我不知道 电厂交合金 你不要说我没讲 6182在这里 对 这一天 有没有 10月24号这一天就跟我讲了 对不对 你对照一下在这里 他跳风过形态 他是矽金元 今天创告 你不要说我电视节目没讲 我只是我今后我节目 我不见得我每一档股票 我都要跟你介绍 技术分析 要跟你讲基本面 我只是 我其实我上礼拜已经 已经有一点 要有一点想法跟你讲 为什么一样的股票来讲的话 公司的企图性很重要 就跟 就跟飞机师选股一样 你一样同个族群 为什么合金会先出来 这个绝对跟公司的企图性有关 这个我没有办法再跟你明讲 你们看我节目也是那么久 你知道我怎么去选股 那就够了 那我说这里矛盾出在哪里 来来来观众朋友们 你要现在播你就赶快播 肺半是不是守月线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我复习完以后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够聪明的 你电话要播通了 这肺半是不是在月线 对 多少是我会看呢 看你节目那么久 我基础分析也学一点 对肺半是在月线之上 肺半守月线 那细晶圆的合金呢 细晶圆是 等于就是晶圆代工的上游嘛 这叫细晶圆嘛 合金嘛 牛182的合金嘛 今天创高嘛 我叫做合金 我是细晶圆 我是 我是晶圆代工会用到细晶圆 我是晶圆代工的上面 肺成半道地守月线 那我今天我合金我好厉害 你看我穿了颇弹的金刚 那我问各位 矛盾在哪里 矛盾在金圆代工的 他很憋屈耶你知道吗 对不对 他跌了几天了 他呢 他今天把缺口也补了 我要告诉你 这什么意思 这本身就有矛盾 你不要忘了 应该是上个月的事情 应该这个月 11月 那时候美国不是要叫三星 要叫台积电把那个 他客户名单交出去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全世界的 晶片不足啊 所以很多汽车交不出来啊 美国也紧张了 讲完了 那台积电不是说要涨价吗 涨价完是不是 戏信源也跟着涨价 对啊我已经讲过了 那所以肺成半导体指数那么强 现在还在 还在月线 那为什么台湾的台积电和联电 会那么弱 代表我们没有跟上美股嘛 对对对 对对对 你 你 你讲对 我们根本没跟上 观众朋友们既然我们没有跟上 我们为什么他们回答 我们要回得比他们还要深 礼拜五我们就开始中错了 你忘记了吗 所以今天要不要再那么跟着一起跌 不用 你这样知道了吧 你中股票不是说看到美股跌 我们就要杀 因为美股中错 星期五就跌了 而且我必须讲 外肢其实对于台股不是挺友善的 这个我讲过N次 你看 我就给你看台积电就好 你觉得你会这样做吗 这叫台积电 啊 我我我底下放一下外肢 你们看就知道 这一天开始大买嘛 对不对 你看完你就知道 为什么说台积电今天开始不用不用去怕 你要是 你要是操盘的时候 你从十一月十五号那天大买 买了十万 十万多张台积电 你买在六百零二块的 结果 你这几天只小卖而已 你要把台积电打下去 你这种操盘及格吗 我刚才只有看我节目才会这样算给你看 你懂我意思吗 他是有均价写给你看嘛 从十月十五号到十月二十月 他这几天只有小卖而已 结果你很明显看到十万张的均价是大概是六百零二点五嘛 那今天既然开那么低 他全部都套牢了 你会这样做吗 你不会啊 这都是他买的 所以咯 那干嘛要杀 他们有时候可能买台积电只是说因为 之前他不空单啊 他借由今天这样下杀的时候 他空单赢而已 你不是觉得有很多矛盾吗 我再给你看一个数据 你就会晓得说其实台股 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自己下自己 其实这一波从8523上涨到108 他一直区间是在0.191到这里的区块做一个整理 你要不要看一下今年 我让你看看今年就好了 统计到礼拜五 你看看谁在卖呢 外资卖了5300多亿 是不是投信还是赢家 是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卖 但是他如果他们卖了先中错是对的 赢家还是投信 那今年就卖了5300多亿 如果从去年开始算呢 你觉得他们还有多少子弹可以卖吗 他本来就对台股不是很友善的 我说实话 这个贴文数字给你看就是 从 从 从这个 来 从1月这里 这里1月 109 对这两年我给你看这两年就好了 这两年 外资总共卖的1兆 0 695亿多不多 多啊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是谁是赢家 投信 你有些时候你看完数据以后 你大概心里有数了吗 你如果真的外资这波看对的话 我请问美国股市 废半 纳斯达克都在上个 11月份都超历史新高 那他们为什么卖台股 所以我们把逻辑这样跟各位讲外言 你就很清楚了吗 你要你要跟着投信做是对的吗 好的股票我说实话就是好好把握了 我的责任就是帮你挑好的股票吗 你看这一档 今天又在创历史新高 你们眼睛是雪亮的 你看我节目跟人家不一样就是 我会帮你找到主流 我会跟你分析做一些美感 10月18号 上个月这时候我跟你讲 自缘再创新高 身贸大长 自有缘人 你手机要码有916862 我跟你讲星星 我跟你讲的时候129块 我跟你讲原因是因为背离 我跟你讲 你们这样做股票才会成为赢家吗 从129块这样跟你讲 我跟你讲 星星是出现背离 观众从129块这样一路这样上来 我中间我就不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从 从129块上到200了 上到212再创历史新高 我是不是都有让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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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214 你大盘 它有影响吗 如果说你每天你都是在乎今天加钱只会涨与跌 其实你做股票很辛苦 是不是 我们应该抱了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说你们今天为什么收看我节目 你收看我节目 你以为你可以知道一些还不错的技术分析 我以前常跟会员讲 还有我在教课的时候常常跟 有来我演讲的观众朋友讲 我说我们如果万一真的做错了 我们今天就算卖股票 我们要受停损要停损的有尊严 这就是你学技术分析的目的 而不是随波逐流 看到盘杀就跟着杀盘跟 涨就跟着买 你这样没有意义嘛 上礼拜我就很早就跟你讲 连电对境缺口都会补 你明明看到 对不对 你明明看到 他礼拜五 一个利多上来 那么就是补这个小缺口 那当天他又留下一个缺口 你干嘛去追 一样的道理 今天他一开地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缺口会回补 那你干嘛杀 这张鼓票够大支了吧 他就是典型一个范例嘛 你同样的 你看到废半首月线 今天台积电回撤连线的时候 你觉得守不住吗 干嘛要去杀 再讲一个直白一点的 你今天如果说真的真的台积电不行了 那我问各位 矽晶元这个干嘛拉涨停 我没有道理嘛 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拉涨停 没有道理嘛 其实从股市里面细微处就知道说今天该不该杀嘛 那以后的重点在哪里嘛 如果今天合金掌停是对的 那代表矽晶元未来我们是看好 那矽晶元看好 我请问你 晶元代工会差吗 我们我们 我们没有 这个逻辑要对嘛 你也可以看到美国四大指数里面最强的就是废半嘛 他现在在越线嘛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要把这个逻辑要搞清楚 再来我问各位 为什么我挑的 金星可以唱历史新高 你也回答不出来啊 是啊 这我找的啊 是啊 我跟你讲会长不停啊 那你回答我 为什么他要唱历史新高 你们回答我为什么 为什么嘛 今天在唱历史新高啊 你看月线就知道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今天又要唱历史新高 日线上看长很多啦 你看一直长一直长 为什么他要唱历史新高 是因为说 我这边上节目他要创高 我没那么伟大 我只是 我只让你们知道说 在古词里面 有些族群他要创高 要创历史新高 他的意义在哪里 意义在说 这行情根本没走完 你们有期待的很多的题材 我问你 你看到开花 你看到结果没有 没有啊 对 上个月最夯的叫元宇宙 叫低轨道卫星 你们今天元宇宙的产品 你买到了什么 你低轨道卫星是用在5G 用在未来6G 请问你享受到他的果实 没有 没有 我讲白点就是这样嘛 那每个人都讲 这晶片缺货缺货缺货 缺货在生活里面已经感受到了 你去订一台车子要多久才可以交车 为什么车子没办法交 因为晶片缺货 怪了晶片缺货 是因为晶元代工这边出了问题 所以美国他才会去要求三星要求台积电 要把客户名单交出来 台积电也跟你讲要涨价 我们从里面很多所谓的合理不合理面 我们看到未来的需求在哪里 这我才是要跟各位讲的 当然你们要杀我也没话讲 我觉得 我在礼拜五的时候也跟各位讲很清楚 什么叫多头 你真正多头的结束 我为什么这 我从顶线复述这五年多来 我觉得我多头还没走完 因为一个多头绝对不是因为利空才会结束 所以每一次疫情来了 疫情来了 人来了 结果呢 额后都创高 那你们为什么因为这次又有新的疫情出来以后 你就特别害怕 那你之前 你每次害怕 每次杀掉完以后 又再创新高 你对得起自己 你可以反驳我吗 没有啊 那对啊 那你自己说在美国说因为升息通膨 那也不是今年的事情 其实那个本来就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 股票上涨多了以后本来就要回党 回党本来就要有个借口 那多头本来的一个格局就是还涨急跌 尤其是越浅跌的市场它跌的会越深嘛 那礼拜五的时候我说实话美股还没开 我就跟各位分析过了嘛 它本来是一个延续性的嘛 对不对 你正常来讲的话 人家感恩节它没有开始 正常来讲一个多头架构应该是继续买的 结果外资开始已经撤退了 那撤退因为星期五的时候 你们隐隐约看到美股还没开市的时候 你就又因为这个疫情 刚好有这火种一点假 哎呦我害怕我要卖股票了 就先跌给你看了 我们台股因为先跌了 所以礼拜五的时候美股继续跌 那这样的话没完没了 因为台股跌所以美股跌 因为美股跌所以台股跌 台股跌完美股跌 美股跌完台股跌干嘛啊 你们在闹口令啊 那为什么以前台股跌啊 美股跌完台股跌 我们为什么不唱历史新高啊 请你把你自己的逻辑找出来 所以我很简单嘛 我从我的逻辑里面我看到了机会 对不对 我今天是没有打坐合金涨停 我只是问你嘛 是不是这样的 有没有不对称嘛 你股市里面就是要找到不对称的地方才有机会嘛 如果什么大家都看透了 这个股市没有什么好玩的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有一点矛盾嘛 在矛盾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这是股市里面最棒的地方 尤其是你说看我节目 我问你细经营核经营有没有找到 有 涂老师有没有讲过有 请问星星 ABF的载版星星今天有没有在创历史新高有 我又对了 请问一下我有没有跟你讲 连电缺口都会补 有 那今天呢 你杀低对吗 他有没有补缺口有啊 我又对了啊 你看到三堂股票我通通对 对对对对对 那我有好料你要不来拿 而且我跟各位讲 也我也跟你讲 股票今天来索取 不见得是真的只有技术分析还有基本面 有的真的是公司的企图 最后最后我要跟你报告的是 你知不知道这几年十二月份 涨的GD有多少呢 你回去做功课 我把这功课给你 你去看一下 这几年来十二月份是涨的多还是跌的多 如果你去做完功课以后 你发觉十二月份涨的几率是超过八成以上的 你这个资料要让你拿 因为几率告诉我们十二月份涨的几率太大了 那如果你做完功课发觉说八月份 十二月份通常都跌了 你不要来拿了好不好 拜托你 你休息了 你看我节目参考就好 回去自己做做功课 你会有一个 你看完后发现今天这电话不打 好可惜 因为今天已经快月底了 我明天会跟你讲十二月份涨的几率有多少 所以这股票 内行人就是今天电话拨通了 因为有不对称 不对称就有大机会 这档股票我称为大机会 我们讲大的机会 好不好 大机会 那因为不对称啊 为什么 因为十二月份 你回去查一下 哈哈哈哈 新广告 记得电话要拨通 股票要拿到 谢谢 谢谢 三三六六 零二八五一一 三三六六 顶页头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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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不直播 立即上线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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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顶头顾 028511 3366 Live直播 这个叫回哺欠口 我们把今天做个总结 这个叫掌听版 这个叫做唱历史情歌 请问观众朋友 这跟指数有关吗 这跟逻辑有关 跟想法有关 长多了一定是会回 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回的架构里面 跟台股有没有脱钩 从里面去找到真正的大的机会 观众们 你要成为以后真正的赢家 你要有这种分析判断的能力 我再跟各位讲一次 配半首月线 细金月合金月涨定 台积电回撑年线 你觉得这里有没有很大的不对称 既然不对称就有大的机会 而且我跟各位讲 你回去查查看 十二月份涨的机率有多少 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 你非要来拿这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十二月涨的机会 超过八九成 我就经常跟你讲 你回去查一下 电话要拨通 要把握 不对称就有大机会 我觉得这段话 对人生起敌 有很大的启示 不对称就会有大机会 电话要拨通 要把握 十二月份会大涨的个股 就是这一档 你一定要拨通电话 拿到这一档股票 我们称为大机会 谢谢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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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